康熙晚年不立太子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 哪些皇子会成为储君的有力争夺者呢 敬请关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二集 诸子争处 我们知道雍亲王印珍 也就是康熙的皇四子 最终继承了康熙的皇位 这就是雍正皇帝 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尘埃落定 还在演变过程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雍亲王印珍 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所以在康熙晚年 很多皇子都在不遗余力地 争夺储君之位 那么在当时的形势下 哪些皇子是有力竞争着呢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二集 诸子争处 那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乃至清朝 选皇帝 皇位的继承就是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选亲 那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 有一个制度叫敌长子继承制 还有呢 犬能 能者在位 第三种形式就是凭实力 争夺的将善 但是雍正 非敌非掌 论资历 论民望 论能力 可以说是典型的三不战 但是雍正 最后 就是皇位的继承者 那这个谜底 我们应该怎么来接触 到底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看 雍正后来回忆 当时的情景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那我们看 从前 楚位为定时 朕之兄弟六七人 各怀际遇之心 彼此枪害 各述私人 以图侥幸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康熙一废太子之后 至少有六七位皇子 参与到 楚位的争夺当中 那我们看 有三位 皇位的竞争者 那第一位 就是不甘心的 废太子 允仁 那我们说允仁 他怎么还是一个 皇位的激烈的争夺者呢 两次废力 那怎么还能 有他的希望 那我们知道 允仁第一次废 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 早日想接班 彼此的父亲早日退位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 推动者 就是索额图 这个人在康熙时期 那是鼎鼎有名 所以后来 两者之间的矛盾 急剧的恶化 康熙没有办法 把索额图处死了 后来康熙晚年 一直在讲一句话 本朝第一罪人 是索额图 那可见 索额图在帮助太子 早日继位 这个问题上 使得康熙呢 对他呢 一直看成是第一罪人 那后来第二次 就是允仁重新立了太子 但是他还是犯这个毛病 那这次呢 可能结果更加的严重 那当时 有一个大的案件 叫做 布军统领托和齐 结党会隐案 这个案子呢 当时非常大 卷进去的高官 非常多 包括刑部尚书 齐十五 兵部尚书 满足的这些 好多的这些 八旗的大臣 都统 二十几位大员 要做什么呢 就是以武力脅迫的方式 把康熙逼 你做太上皇 这个位置给谁呢 给皇太子 皇太子也感到 愤愤不平 经常流落出来 天下哪有 当了四十多年的太子啊 古今也没有啊 所以他感到很不平 那后来呢 康熙呢 严厉的处罚 那我们知道 托和齐给处死了 那这个刑部尚书 处罚得更加严厉 齐十五 怎么办 把他这个物体 绑到墙壁上 然后用钉子 钉到墙壁上 这个齐十五 毫哭四日 最后死去了 我们知道 康熙一向仁慈 他不做决绝的事情 但是他对齐十五 这样的处理 那就可见 这次结党会隐案 逼康熙交班 让太子早日继位 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案件 那太子被废之后 囚禁到哪里呢 那我们看 贤安宫 在故宫 今天的故宫 当时的紫禁城的西北角 这个地方 这个对废太子的防范 极为严密 那我们说贤安宫啊 成为废太子的囚禁的地方 但是你能囚禁住一个 费太子的身体 你囚禁不了他的心 尤其囚禁不了 他对大魏的这种际遇和渴望 他在寻找办法 时间呢 转眼过去了 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 有个大的机会 好多的皇子都蠢蠢欲动 认为这是一次争夺 皇位处位的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什么事情呢 西北这个地方 中格尔那边又开始闹事情了 出现了叛乱 蠢蠢欲动 清朝要发兵 发兵要派大将军 谁能担任大将军一职 将来建功立业 做了皇位 那是理所应当 那这个时候 费太子允仍动了心思了 他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 向皇帝 向康熙来作宝 让他来担任大将军 他想了一个 这个很秘密的事情 那我们看 这是允仍的像 费太子允仍的像 这是当年 做太子时候的像 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找来了明反水 用了笔 站着明反水 写了一封密信 密信写好了 但是怎么传出去啊 这个就困难了 好在允仍有办法 他又敲起了云板 在里面又敲 受着敌腐禁 管二家事 病重了 要死人了 你们赶快向父皇 作报啊 这个不得了 我们知道 这个马上要 向康熙作报 太子虽然废了 但是康熙 还是仁慈的父亲 看到这 废太子 他的妻子 敌腐禁 得了重病 立刻派了宫廷的御医 这个人姓赫 后面叫孟福 赫孟福 到那里去给太子的 废太子的夫人 敌腐禁看病啊 看完病了 走的时候 废太子悄悄地 把一封密信给了他 拜托他 传给什么人呢 传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公爵 普齐 希望普齐能够向皇帝 向康熙来作报 让他废太子当大将军 这个普齐呢 把这封密信拿过来 加了一点水 这个明凡水 我们知道用明凡写的这字呢 加了一点水 立刻清晰而娟秀的太子的字 那么熟悉又出现了 原来拜托普齐 保证他做大将军 但是普齐 这个人何许人呢 我们一说 为什么废太子找这么一个人呢 地位高还不算 众臣也不算 最重要的 此人是清朝的第一代 那时候还叫后金 努尔哈池的长子 楚英的四世孙 我们老讲这个历史 真的有惊人的相似 当年楚英就是 努尔哈池立的太子 那时候叫四子 就是接班人 皇位的继承者 但是楚英当时也犯这个毛病 也希望早点接班 早点继承这个汉位 所以后来努尔哈池一气之下呢 也把他忧尽而死 这是清朝可以说 因为争夺皇位 第一个死去的 这个继承人 所以到了他的四世孙 普齐 那废太子找这个人 普齐想啊 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啊 侧人之心 还有同情啊 遭遇大体相同啊 所以他决定跟康熙 来奏保 但是他还害怕 为什么害怕啊 你一奏保 你就是废太子党的人啊 那可了不得 一想到索额图 托和齐 齐是武 这些人的下场 这个脸上的汗就下了 所以几天来 一直犹豫不决 他的这种犹豫呢 让他的哥哥发现了 他的哥哥叫阿布兰 他不犹豫 听说这件事情 立刻向康熙举报 说废太子在宫中 用凡水写这个密信 保作为大将军 这个事情不得了 所以康熙立刻来查 让下面人来查 交给宗人府 来查办这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后来 把普齐这个爵位呢 给废了 把那个医生 定了一个罪状 叫斩监后 二阿哥允仁 曾被康熙立为太子 但两立两废 按说已经失去了 争夺储君的希望 但允仁不甘心 就这样永远失去 储君之位 他仍然在寻找 一切机会 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 所以二阿哥允仁 可以说是储君之位的 一个有力争夺者 那么除了他之外 还有哪位皇子 在积极地争夺储位呢 所以我们看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一直到康熙死之前 废太子允仁 仍然是皇位 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人选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第二个人是谁 这第二个人就是 武艺高强的大阿哥 按照这个皇位继承 或者选太子 选储位这种办法 康熙可以说 清朝十二个皇帝 受汉族文化 传统汉族的文化影响 最深的就是康熙 所以当初按照 嫡长子立太子 这就是受 汉族这个王朝的影响 他来立的太子 那现在呢 嫡长子 我们讲这皇后 所生的儿子 第一个儿子 女人已经废了 那应该谁来当立呢 皇长子 说起皇长子 这个人 在康熙成年的 二十四个皇子当中 大阿哥 允提 说起这个皇长子 大阿哥允提 他有三大优势 第一优势是什么呢 参与国事 最早 最多 康熙时期呢 他不一样 他在培养这些皇子的时候呢 早点地介入到 宫廷的政治当中 所以着意地培养他们 那大阿哥 康熙的长成年的 第一个儿子 那这样的时候呢 康熙在早年 重要的大的战争 还有呢 重要的政事 有意识地呢 让皇长子 允提 来参与 那我们讲 征伐准格尔 这是康熙朝 最大的军事行动 那在开始 征伐准格尔的时候呢 允提 他做副将军 那后来 康熙几次亲征 允提起的作用 是重要的一个参谋 他的作用 跟其他的皇子 完全不一样 那政事当中 也是这个样子 康熙有的时候 外出 到外面去出巡 那这个时候 皇长子来处理 国家的政事 所以 他的赏赐也最多 他的功劳也最多 那我们说 这个皇长子啊 他还有第二个优势 这也是他最重要的 就是他武艺高强 康熙后来 经常说过一句话 大阿哥 罪贯潜行 什么叫罪贯潜行 是来无影 去无踪啊 别人找不到他的踪迹吗 不是 这就是讲 大阿哥武艺高强 所以大阿哥武艺高强 是得到 可以说举朝的承认 我们讲一个事情 大家就会清楚 保护康熙的安全 这是最高的任务 交给谁呢 除了那些侍卫之外 最重要的 康熙就交给皇长子 那我们知道 康熙47年 那康熙带领大队的人马 到了哪里去呢 从秘书山庄 然后到木兰围场 这个地方去围猎 在这个 这一年的八月份 发生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康熙最心爱的 非常喜欢的 这么一个黄十八子 这个人叫允介 突然得了重病 他年龄很小 经不起那个大漠 这个康熙非常的焦虑 钢铁一般的康熙 精神多少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所以他严厉地训斥 黄太子 那这时候我们知道 太子还没有废 但是这件事情 直接导致了废太子 那按照清宫的行营制度 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 皇帝呢 在每一个地方出外边 除了宫城之外 到哪个地方驻扎 皇帝的这个地方叫玉营 在玉营最接近皇帝 这个核心的一圈 所有呢 向外边发散 一圈一圈地 围着皇帝来驻扎 那最里边的一圈呢 往往都是呢 最亲信的内大臣 这在外面一圈呢 才是侍卫 还有一些大臣 在外面呢 第三圈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随从 这些人 那在这里头发行了 一个什么事情呢 最重要的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 太子的被废 这个叫帐殿夜景 帐顾名思义了 就是皇帝的营帐啊 皇帝驻扎的地方啊 殿是宫殿了 皇帝的宫殿 它是在外面 是在路途当中啊 夜景 夜里拉响了警报 要偷袭皇帝 我们表面看 帐殿夜景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但是这个事件呢 难以还原 因为好多的真相 它都已经 我们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当天夜里头 就见着皇太子 因为皇太子呢 对他这个十八帝 没有一点侧隐之心 还不算 有点幸灾乐祸 他可能也想 是不是将来康熙会觉得 这个人也是当皇太子啊 所以他幸灾乐祸 这康熙的时候 大怒不已 极力地训斥 那这样训斥的时候 到晚上就传得沸沸扬扬 说康熙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皇太子呢 他就感觉到自己呢 是不是要威胁 他自己的皇太子的位置啊 夜里头到哪里去呢 到康熙的驻扎的营 这帐篷的外面 窥视 偷着看 那这件事情被谁报告了 我们前面讲 大阿哥 允提 武艺高强 他来负责守卫康熙的 最近身的 保卫康熙的安全 所以他向康熙来作报 所以康熙说过了这么一段话 朕未捕 今日被朕 明日遇害 昼夜戒审不宁 被朕我们知道了 下毒药 明日遇害呢 那可能是公开的 或者是指使手下的人 所以康熙没有办法 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没有等到回到京城 在行宫 9月2号 就宣布把太子废掉了 那废掉 由谁来看护废太子啊 还是大阿哥 沿途开 沿途来看守 第三个优势呢 黄张子为人豪酷 清朝这个分封 他不像明朝这样分封 有自己的领地 有自己的人民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受以王爵 就是封爵 然后呢 打造一个府邸 再给一笔钱 再给一些左领 左领就成为他的手下 那康熙分封 朱皇子给的钱很多 每一个人二十三万两银子 大阿哥呢 他参与国事很多 出征也很多 所以他的赏业也最多 但是他拿这些钱呢 他做什么呢 收买下午期的人 我们知道清朝这个上三期 和下午期 历来这个矛盾很多 矛盾非常多 所以收买下午期这些人 做什么呢 亡命之徒 要停而走险 所以这些事情后来 被康熙发现了 康熙说过这样一句话 下午期到处都是大阿哥的人 他感到很不安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争夺楚位的大阿哥 康熙晚年 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这就意味着 有资格的皇子 都有希望成为储君 但皇位只有一个 所以诸多皇子争夺储位 就成为康熙朝后期的 一个政治顾忌 不仅废太子在争 皇长子也在争 而这时候 还有一个皇子也在争 而且他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那么这位皇子究竟是谁呢 第三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公推太子允四 说允四这个人 可以说历史往往有很多的遗憾 这个人呢 出生就非常的有意思 出生的年月 所以他的出生的年月是 康熙的二十年 二月 初十 这一天未时生的 所以他这个时辰呢 当时就传 这个时辰只有帝王 才能有的这个时辰 那后来也有人给他相面 说他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那我们说八个 他有什么优势来竞争这个皇储啊 最重要的 他非常早的就得到了八贤王 这样一个雅号 公推 大家都 群臣都一致赞扬 称许八个 那我们讲 他的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贤能 那这个贤能 我们可以举出几件事情 第一件 康熙三十七年 这是对皇子呢 第一次分封 第一次册封 那这一次册封呢 好多人封了 封了王了 封了这个贝勒 封了贝子 那在这次当中分为两拨 那皇八子 他是当时年龄最小 今年仅十七岁 跟他同为 封为这个贝勒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皇四子 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雍亲王 雍正皇帝 还有呢 黄五子 黄七子 最小的就是皇八子 他当时只有十七岁 那这时候皇四子 应征 他已经二十岁了 那这时候大臣们就纷纷说 这四位皇子 也应该 有更高的封啊 也应该封王啊 不能应该给他们封贝勒 那康熙不得已他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 四阿哥 为人轻率 也讲了七阿哥 不符合封贝王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看这件事情表明 在康熙的心目当中 尽管年龄很小 十七岁 但是隐四的地位呢 很高 也就是他的声望很好 能力很强 那我们说 还有呢 他的贤能得到验证的呢 就是 康熙经常出游 马上朝廷出外面去的时候 那他有处理国政的 往往是太子 那后期废掉太子 主要处理朝政的 他依靠的是谁呢 八阿哥 所以在满文的档案当中 有很多 康熙直接指是八阿哥 处理什么事 宫中的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最明显的 康熙一废太子之后 就任命他 做内幼府的总管 我们知道内幼府是 清廷最大的一个机构 让他来做总管 那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黄八子呢 隐四呢 他的能力 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 在康熙四十二年 那这一年 是康熙的哥哥 他非常敬重的 玉亲王府全 病逝的那一年 那这一年 沸沸扬扬 就是索额图 跟黄太子勾结 要逼康熙早日退位 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 康熙的哥哥 玉亲王府全 在临死之前 就跟康熙极力地讲 应该当机立断 废掉太子 谁可以当太子呢 黄八子 那这一年 我们知道黄八子 隐四他的年龄 只有二十三岁 可以说他的贤能 得到了 包括像众臣 那这皇帝的哥哥 他的一种赞许 那这黄八子呢 他也是非常 礼贤下士 特别对汉族的文化 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他这里头 有一个人 那我们知道康熙呢 跟他最亲近的大臣 汉族大臣当中 有一个人 李光帝 可以说康熙 把个人的所有的事情 跟别人 任何人不能谈 但是唯一能够 跟他交谈的 就是李光帝 那李光帝 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何卓 他到哪里呢 推荐做什么呢 到南书房 他到了南书房 这个何卓呢 其他的时间来做什么呢 做黄八子的老师 教黄八子的书法 等等的事情 何卓这个人呢 不但是大学问家 而且呢 可以说擅长套略 很有谋略 所以经常给黄八子呢 出谋划策 黄八子还拜托 何卓的弟弟 到江浙地方 广泛的搜罗 很多的书籍 所以黄八子的名声 在江南这个地方 广为流传 都说他是个 好贤王 八贤王 那我们说 这个黄八子呢 还有一个特点 他的处事 特别有分寸 很讲究分寸 那我们可以 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康熙 废出太子之后 废了太子之后 立刻任命 黄八子 隐四 熟理 内务府的总管 原来的内务府 总管是谁呢 是黄太子的人 黄太子的乳公 所谓乳公 黄太子 乳母的丈夫 那后来 由这个黄八子 来接替他的办 他接替之后呢 出现很多的亏空 但是他没有进行 严厉的查抄 所以他也清楚 这个钱呢 是谁花的呢 还是黄太子花的 太子都被费了 保全一点太子的薄面 但是康熙不满意啊 说你这到处收买名声 孤名钓鱼 这是又出了一个 黄太子啊 严厉的训斥他 诸多皇子争夺储位 康熙并不是不知道 他虽然对跳出来 争夺储位的皇子 都进行打压 但这并不是 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为了一劳永逸的 解决储君问题 康熙做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么他做出的是 什么决定呢 这个决定又带来了 什么样的结果呢 请继续收看 雍正十三年 上部第二集 诸子争处 到了康熙 四十七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康熙做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在畅春园 我们知道后来 康熙主要住在畅春园 他把这个马汉 所有的大臣 都召集在这一起 那最先到达的 是康熙当然最亲近的人 都是内大臣 康熙流着眼泪跟他们说 朕的江山不是朕大的 不能复托无人 将来一定要把这个江山 交给最可靠的人 最坚实的人 你们这些大臣 你们这些大臣 都是跟朕一起打天下 能争善战 你们是出了死力的 现在要想效忠朕 就有一件事情 你们在众阿哥当中 推举一个人 你们推举谁 朕就认这个人 做皇太子 要不然的话朕 每天寝食难安 精神恍惚 但是康熙皇帝又说 大阿哥排除 除了大阿哥之外 所有的皇子当中 你们公推一人 推谁是谁 那这样的时候 内大臣 领直而去 这康熙又想起了什么 又立刻追回了 朕还有一道御旨 参加公推皇太子 这个事情 马齐不能参与 他不能参加 还有呢 诸位皇子 要一力回避 那这样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大臣 寄计一堂 分裂两处 当时这汉族大臣 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啊 说这皇太子还能公推 没有见过 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臣子应该做的 但是当时有个内大臣 这个人叫阿灵阿 他说我们刚刚领了圣旨 皇帝再三说 不要再烦皇帝了 我们就按照 皇帝说的这样来推吧 所以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 当时有几个带头的人 有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内大臣阿灵阿 还有呢 葵旭 还有一个上书 这个人叫王洪旭 这几个人呢 在自己的手心上 写了一个一撇一纳 一个八字 跟这个别人看 所有的满汉大臣 一致同意 说公推皇八子 做皇太子 这样呢 找了一个签 用这个红签 上面写了三个字 皇八子 这就是他们大臣们 选出来的太子 康熙在那边的寝宫里头 在昌春园的寝宫里呢 正在等待推选的结果 他心里有数 为什么呢 他的事前做了安排 这个安排是通过谁呢 我们讲过 康熙最亲近的一个 汉族大臣 李光帝 他跟李光帝私下谈话当中说 想要重新立允仁为太子 他以为这次呢 那这个结果肯定是允仁啊 你肯定在这个 大家公推的时候 会把朕的意思讲出来啊 结果这个太监 康熙的贴身太监 这个人叫梁九公 把这个小 小这个包袱 里面裹着这个纸 打开一看 一看皇八子三个字 康熙大惊失色 怎么是这样结果 康熙立刻说 我不承认 推选皇太子这个事情 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你们大臣应该充分地讨论 再做决定 后面说呢 黄八子他有三条 理由不能当皇太子 那第一条理由呢 未称更事 所谓未称更事 就是说年龄 还是小 还有呢 没有做过重大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理由很牵强 因为这时候呢 黄八子已经27岁了 更何况你是找皇太子 是辅佐你处理朝政 一些重要的事情 还要你皇帝来做啊 他讲的第二条理由呢 禁忧离罪 你刚刚受了处分 现在怎么又当皇太子啊 这个理由也很 我们知道也很牵强 因为康熙已经原谅了他 那还有一条理由 母家清贱 说黄八子的母亲出身贫寒 他的母亲姓魏 叫魏氏 所以是当时呢 这一个管领的一个女儿 这个地位呢 确实很低 但是后来已经封了非呀 早就封了非了 那你怎么说这条理由啊 其实这三条理由都非常牵强 那这样的时候 康熙说你们重心在意 刚刚大臣们 通过充分的讨论 最后一日推选的黄八子 那现在皇帝怎么食言了 大臣们怎么再推呀 所以大臣们拒绝 康熙很愤怒 让这个梁九宫贴身的太监 给每一个人 参加推选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发一张纸 写上你宫推的这个太子是谁 但是这些所有大臣都拒绝 到了天色很晚了 康熙说这样僵尸献献也不行啊 说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吧 今天天色已晚 大臣们都散了吧 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好多大臣 文武大臣又齐聚到昌春元 这个时候 康熙才把他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我要立刚刚废的这个允人为太子 反对的人 反对的人多了 最重要的 是康熙的岳杖 还有他的舅舅 这个人叫童国为 我们知道童是 这个是在康熙朝 整个清朝那是响当当的 童国为 他反对 他不能再立着废太子为太子了 坚决跟康熙私针 康熙这个训斥 他甚至拂袖而去 但是得到了更多朝臣的拥护 说你才真不愧为国舅大臣 这些我们就看呢 确实 黄八子 得到了众人的这种推崇 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戴 康熙有他的 非常我们说 虚伪的一个一面 我们历史当中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黄八子继承了皇位 或者说他做了皇太子 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 皇太子 但是后来他受到了 很沉重的打击 这个就是发生在康熙53年的 非常蹊跷的 一个献鹰事件 简单的说 康熙又到塞外去打猎 那从哪里走的呢 从南院 从南院这个地方走的 那康熙这次带的皇子呢 都是黄十子以下的 也就是说 年龄小的这些皇子 黄八子没有参加 他在做什么呢 他的母亲 卫世正好两周年的忌日 那他到这个地方呢 去给他的母亲呢 烧香 去拜灵 所以呢 他就想 但是还挂念自己的父亲呢 为了表一个更好的一个忠心 他想了个办法 皇父最好打猎了 那打猎最重要的 要把大的猎物吸引过来呢 要有好多的诱惑物 那在当时的诱惑物 主要就是鹰 鹰呢 也有人讲 就是海东青了 所以他们 弄了两只鹰 非常好 然后给皇帝呢 给康熙呢 写了一个折子 写了个请安折子 说我在 汤泉这个地方呢 恭候皇父回来 回到京城来 不知怎么回事 等到这两只鹰 送到康熙手中的时候 已经垂垂待毙 要死了 我们知道 康熙啊 晚年历来的时候 忌讳自己的身体 他也有些 不太正常的东西 所以他看到 这两只鹰 联想到自己 这皇帽子是讥讽我 说朕来日不多 垂垂要死了 所以立刻 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很多的大臣 又召集在一起 还有皇 皇子们召集在一起 训斥 黄八子 而且说出了 非常决绝的话 朕跟黄八子 从此恩义勇决 没有负责的情分了 但是 黄八子仍然是 争夺皇太子当中的 最重要的人选 那我们后面还可以 第四个人呢 包括黄三子 云指啊 还有黄九子 云堂啊 特别是康熙 着意培养的 黄十四子 云提 但是我们知道 最后的结果 不是这些 恰恰不在 这六七位当中 最有希望的不是 而是呢 最超出所有人预料的 黄四子 印针继承了皇位 这是为什么呢 他是怎么能够躲过 康熙晚年 持续这么长时间 把几乎所有的皇子 都卷进去 这个大风大浪 最后能够记得皇位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